9月10日零时至15时,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8例,其中发热门诊筛查人员1例,隔离观察人员7例,朝阳区7例,仓平区1例,轻型6例,无症状感染者2例,上述病例以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,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追踪,对涉及的风险点位进行排查。 对各类风险人员实施分类管控,现将相关情况通报如下。 感染者87,通过发热门诊筛查发现,高校学生,现驻朝阳区中国传媒大学,9月4日乘坐CZ5614航班底经,9月5日入校后未出校,自述9月8日出现发热等症状,9月9日就诊, 当日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,9月1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,临床分行为轻型。 感染者88,89,90,92,93,94均为感染者87的同校学生,分别以9月3日4日离经,入校后均未出校,自述9月6日至9日分别出现乏力,咳嗽和发热等症状, 9月9日10日,作为感染者87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,报告结果为阳性。 感染者94,于9月10日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,其余感染者诊断为确诊病例,临床分行为轻型。 感染者91,为感染者30的同校学生,9月9日作为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,报告结果为阳性。 感染者94,于9月10日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,核酸初筛阳性人员两例,均为感染者87的同校学生,9月10日作为感染者87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,初筛结果为阳性,正在复合中。